看到這個創意無限的單車挑戰 單車騎士陳先生突發奇想 利用Google地圖 在嘉義跟雲林地區畫出了 九隻恐龍作為單車路線 縱長將近一千公里 他笑說每一隻恐龍 都是他親自照著地圖騎出來的 而照片PO上網之後 引發了網友熱烈迴響 有人說太可愛了 也有人說根本就是把整個 侏羅紀公園都畫出來了 一行人全副武裝 騎著單車賣力望千進 但他們可不是一般的單車車隊 這什麼龍 三角龍 大龍 看到了嗎 一隻隻恐龍標情呆萌 小朋友還是能一眼 就輕鬆認出來 這些恐龍 其實全都是單車騎士騎出來的 GPS Art Google面部上面可以拉線 到時候你要騎的時候 打開地圖就可以騎 Google上面有畫 但是實際上去騎可能沒有路 陳振祥平時熱愛騎車 常常和車友修就有挑戰 各種鐵馬行程 這次他突發奇想 特別在嘉義雲林地區的地圖上 一筆一筆畫出 侏羅紀公園裡的恐龍 當作路線 天上飛的 地上泡的 水裡游的 統統都有 中間還有一顆像是玉米 又像恐龍蛋的 原來是三葉蟲啦 九隻恐龍如果全都騎完 總長將近一千公里 目前他已經騎出一隻萬龍 盡量就是一看就知道什麼恐龍 就是像啦 就是要畫得像 基本上一些代表性的 都有畫出來 滿厲害啦 就很有創意 不是單純的去環島而已 我覺得要很有心 他要去設計這些路線 把它串連起來 民眾看到地圖上的恐龍 都讚不絕口 也有網友直說 根本是神人等級 但這些路線看了好累 真的辛苦 也有人感謝他在嘉義珠蘿 畫出珠蘿紀公園 創意滿滿的單車挑戰 陳振祥也曾經騎過 高難度的美人魚路線 他說未來他還會繼續騎 騎出更多有趣的單車畫 這裡要聽聊CNCMH報導